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原车的一个小屏 6.5寸的 这个是换上我们的8.8寸屏之后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这个屏幕是非常大的 非常高清 这个是一个原车的一个界面 加装这个大屏之后 原车的所有功能都是保留的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原车的 就来任意的操控和切换它 也可以通过屏幕上这边来长按 就可以切换到我们的一个界面系统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倒车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原车的 原车配的一个高清的一个 实验头的倒车引荐的一个效果 支持倒车轨迹的一个情况 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我们导航8.8寸 这个高清大屏的一个主要的一些功能 导航 导航我们配的是凯利德导航 全国地图 当前目的地为天河区G324夜领路 是否要继续导航 这个导航的所有 GPS信号正常 导航的所有操作的话 都可以通过原车的二旧来切换 非常的流畅 也可以在屏幕上直接触触操作 它是一个高清电容屏 可以直接用那个手指 600米后 靠左行驶 然后向左前方行驶 进入G324夜领路 您已进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前方有极弯 这是一个3D实景的一个效果 300米后 靠左行驶 然后向左前方行驶 进入G324夜领路 您已进入深圳市保安区 欢迎收听深圳电台交通频率 FM106.2 在里面的很多功能的话 只可以在屏幕上操作 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收心 定位非常快 这个是9颗星 然后如果要音量加减的话 也可以在屏幕上操作 现在退出看一下其他的功能 现在看一下蓝牙 蓝牙的话 它的一个设计的话 跟原车高费的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不多介绍了 来看一下娱乐 娱乐里面的话 可以支持高清 那个无损音乐播放 可以停下那个音质的效果 并且可以通过这里来调节它的一个快进 快退出 再来看一下那个高清视频播放 这个是已经下载好的一个高清文件 我们这边可以切换到全屏线上 并且可以也支持快进快退 可以暂停 这边还可以支持高清图片 还有一个外接的一个AV输入 还有数字电视 下面看一下这个记录仪 记录仪我们是安装的一款高清WiFi 1080P的一个装置装用隐藏式的新的记录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原车的那个是完美融合一体的 非常美观 非常的一个隐藏 然后看一下这个数字仪表 然后再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手机互联 把线插上了 这个已经正在连接 现在已经连接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已经是完全是把手机上的一个画面 呈现到那个导航上面 支持双线操作 可以在屏幕上随意的操作手机上的功能 就像一台安卓导航一样 所有的界面的话 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显示 而且还可以支持视频全屏播 这个是刚刚一个安装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完全是全部同步上去 效果非常好 非常新鲜 并且可以在屏幕上直接操作手机上的功能 快进快退都可以 非常方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